远离成宵 不开车 以轻松零负担的绿色旅游氛围 乐游花东纵谷 一起出发吧 位于花莲转运站旁的花莲火车站 是台湾东部唯一的特等站 以拼接木构打造壮阔山海异象 设计融入花莲地景异象 车站名称由书法家董阳兹提字 并以十座结合山和树异象的迎宾大伞 让人感受花莲山海之美 站内有多家的知名餐饮美食 车站周边更有多家的花莲伴手礼店 离开花莲时不妨留点时间 工钱营区 仅留下吉野神社正座纪念碑 及吉野拓地开村纪念碑 现今吉安商公所规划 批建为吉安浩克艺术村 区内设有两个展览馆 吉野村市移民馆 及客家产业文物馆 馆内除了孤画有长设展外 一座展演舞台提供在地艺术家申请办理展览 定设有文创馆 展出浩克艺术村相关文创品 此外还有数间研习教室 户外童话广场则作为社区活动或大型活动的场地 庆修院位于吉安乡 吉安就名吉安苏万 阿美族语是指很多柴新的地方 汉人一座支卡轩或七角川 西元1908年七角川事件之后 日本人在这里开辟移民村 移民大多来自日本四国德岛县吉野川沿岸 于是这里改称为吉野 随着日人进驻 日本佛教也随之进入 西元1917年 川端满二在此募建了这座真言宗高野派的吉野部教所 以宗教安定的力量 抚慰移民的思乡之情 展尖式屋顶的日式传统建筑 流露浓厚的江湖风格 四月内八十八尊石佛依序排列 据说川端满二曾遵循真言宗开山祖师 空海大师的遗归 走遍日本四国岛上八十八座寺院 请回八十八尊石佛 让信徒能就近参拜 免除奔波之苦 台湾光复后 吉野部教所改名为庆修院 吉野已于民国三十七年改名为吉安 民国八十六年 庆修院公告为限定古迹 四月内历经岁月更迭的神龛 不动冥王石刻 百度石 石佛等重要文物留存至今 不但叙说了这一段聚落发展的历史 也依然聆听着人们的祈愿和祝福 李渔潭位于寿风乡 池南村李渔山脚下 因东邦李渔山而得名 李渔潭可分潭北 潭南 潭北附近 同门木骨木鱼 翡翠骨 潭南则临近 池南森林游乐区等景点 是花莲热门的风景区 有着环潭步道 森林步道 还可以体验脚踏船 游艇 独木舟 SAP等多元游气活动 每逢假日 是在地人郊游野餐 踏青的好地方 每年四到五月 是萤火虫繁殖季节 点点荧光照亮漆黑的鲤鱼潭 欢迎大家来一场 萤火虫生态之旅 地圈一场 利用天然泳泉 养殖体型饱满 味道鲜美的黄金鲜 并设立了文化生态馆 鲜汁馆 体验池 餐厅等 不仅能够让人 认识黄金鲜的一生 养殖的过程之外 还能亲自下水体验 王拉阿江西口的乐趣 及喂食养殖的鱼群 此外 地圈一场有三宝 黄金鲜 贵飞鱼 火力雕 欢迎游客 可至园区内的 五饼二鱼餐厅品尝哦 云山水 自然生态园区以梦幻湖闻名 园区种植许多植物 如鲁雨松 凤凰木 及水生植物等 还有草地及野生动物 是个令人惊艳的美丽社区 其中 骆雨松 跳石步道 及云山水 湖光山色 倒影 是来到这里 必拍的重点 各位网红网美 千万别错过 另外提醒大家 门票可以 折抵园区内 五十元餐饮消费哦 爱心票 不可折抵 总面积约七百二十六公顷的兆丰农场里 披了四个人工湖 龙鱼喷泉及瀑布等 可供游客在湖边步道散步 借由绿荫取桥 大草皮 凉厅 达到休闲幽静的效果 乳牛区位于农场的中央位置 开放挤乳作业 供游客参观 了解 更有专人解说乳牛的生态习性及饲养方法 游客可亲自哺乳销乳牛 并有鱼池供游客垂钓 池畔可以烤肉 野餐 另外还有可爱动物区 是以家禽及公观赏动物为主 并让游客直接亲近 抚摸 是深受游客欢迎的活动 凤陵镇位于花莲县中段 有60%的居民是客家人 是花东地区客家人口最多的地方 凤陵于2014年加入意大利国际漫程组织 Citaslo International是台湾的四个漫程会员之一 所以来到凤陵会看到蝸牛的造景 表示和幻的生活节奏和良好的生活品质 周边景点有校长梦工厂 花手精植物染工坊 及日剧时代的烟楼聚落 欢迎大家来漫游 林田山曾是台湾的第四大灵场 规模仅次于八仙山 阿里山及太平山 1918年 日本人在花莲设立东台湾木材合资会设 隔年改组为花莲港木材株式会设 并在林田山进行伐木 1938年以后便开始新建运材铁道 中山堂 员工宿舍 医务室 福利社 米店 杂货店 洗衣部 理发部 消防队 及幼稚园和小学等学校 让林田山成为当时生活机能完善的伐木社区 全盛时期更是聚集了四五百户的住家 过去由小上海支撑的林田山林场 以保存最完整的伐木基地文明 虽然林田山昔日风华不在 但园区中不仅有各种伐木器具 传统消防物等丰富文物 还留有剖具规模的中山堂 日式块木建筑群 园区的林田山咖啡馆更是值得一访 游客可以到此感受比咖啡更香浓的木香味 光复火车站坐落于花莲县光复箱境内 是当地大众转程的交通枢纽 2016年全新完工的光复车站正式启用 成为花莲中区民众的交通枢纽 包括风冰箱居民也常利用光风公路到光复车站来搭车 周边也有不少值得一游的景点 如马太安师地 太巴朗 吉利潭等 花莲观光堂厂 造集为东部重要的制堂工厂 民国91年停工后 转型成为观光堂厂 近年积极经营园区观光特色 结合导覽解说活动 水 whom 集合导览解说活动 风味餐 糖厂宾品 台糖隆特产品 地方特色商品等 提供游客 住 食 游 玩 的丰富体验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为台湾首座平地森林园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春天赏花 夏季赏银与赏鸟 秋冬赏风 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的风采 园区内设有北环 南环自行车道 让人能够边骑单车 边吸收芬多金 幸运时还可以看见 环景志出来觅食 听着虫鸣鸟叫 惬意骑车 享受森林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最喜爱的旅游方式 可以不开车搭乘台湾好行宋谷花莲线 配合路线自己选择想去的景点 规划属于自己的旅行 这样玩法轻松又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